证券时报网讯 月胎证券指出 日益效应来谈 9月市场表现较均衡 关注旺季板块投资机会 具体到行业来谈 过去10年中9月上涨 概率较高的板块有休闲服务 家用电器 电器设备和汽车 上涨概率均超过70% 其中休闲服务和汽车板块 过去10年中9月平均涨幅为 2.19%和1.76% 主要由于9月电子产品进入旺季 产业链公司或提前反应 叠加中秋国庆假期来临 为传统消费旺季 直接利好大消费板块 均衡配置 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一、关注新三版 尤其是精选层企业 以及专精特新相关企业 二、资本市场核心参与者券商板块